我们 再也不要分开了好不好 如果你帮我拿到镇魂珠 我就允许你留在长公身边 不过在这之前 你绝不许和长公见面 更不准让长公知道 你还活在这世上 师父 我已经有了周祥的计划 只要你好好听话 拿到镇魂珠 你就可以和长公天长地久 双宿双膝 我就不再管你 不仅如此 我自然也会帮你 恢复端木家族的生命 好 我听师父的话 在拿到镇魂珠之前 绝对不再见四哥哥 四哥 叫得好亲你 听着 想跟长公在一起还早着呢 你用长公的名字给我发誓 若你违反今天答应我的话 长公将 师父 不得善终 师父 怎么 你不敢 还是你从心底就没想过要遵守诺言 我 我不想带来心 我以我自己的名字来启示 我 我不相信你 因为我知道 你宁可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 也要跟长公在一起 以你的名字启示 根本就没有作用 我是长公的母亲 她是你最心疼最在乎的人 用他的名字启示 你断断不敢违背这个誓言 师父 师父 我是你从小收养的 你把我带大 就像你自己的孩子一样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 要这样对我 好 你也可以不起事 但在我离开这之后 启动机关 整个山洞就会塌陷 你现在身子这么虚弱 是万万逃不出去的 你好好想想 你终究是用 长公的名字启示 来换得日后的相见机会 还是抱着你对长公的 一片钟情 此在这里 我数三生 若你不回答 就当我没救过你 师父 一 二 三 师父 我 我端木连 以高厂宫的名字启示 以后 我忠心不二跟随师父 寻找朕魂珠 在得到清婉井之前 却不与四哥哥相见 更不会 让四哥哥知道我在世的消息 否则 否则 说 否则高厂宫 高厂宫 不得善住 怪不得 我在你脖颈上 找不到伤疤 小脸 你受苦了 一切 师父早有安排 商与之后 师父带我去了周国的一处乡下 据说 那里是大宗宰夫人的家乡 夫人 夫人 大家听好了 这位是我的侄女 叫元清索 以后她就住在咱们府里 好好伺候姑娘 是夫人 参见清索姑娘 从此 我就成了元清索 我也是第一次 看到了师父的真面目 从那以后 我才知道 师父 为什么常常不在齐国 自从 你重新回归齐国皇族之后 师父 她为了你 就以元氏贵族的身份 嫁给了宇文户 成为了大宗宰夫人 暗中寻找朕魂珠 后来为了盗取朕魂珠 我 才嫁入了大司宫府 没想到母亲 母亲她为了我 做出这么大的牺牲 可是母亲她不应该 为了我 如此待你 四哥哥 小莲 可你为何之前在战场上 见到我 不告诉我这些 还是因为 你假装不认识我 也是因为母亲 因为 我假意跟宇文雍成亲那天 为了要拖住她 让师父 有时间找到朕魂珠 头部受到了撞击 醒来之后 完全失去了记忆 难怪我初次见到你 就一见倾心 就想跟在你身边 和你一生一世 永不分离 原来你我之间竟然 好 少林 四哥哥 为什么是你救了我 现在宇文雍娶了突厥公主 不正是大齐危急的时刻吗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只是想看一看 你过得好不好 四哥哥 我 这不是梦吗 多少次 我都看到你回到我的身边 握着我的手 叫我四哥哥 可是我醒来之后 才知道 那这是个梦 是我 四哥哥 这不是梦 别说话 让我好好看看你 不要让 不要让梦醒过来 四哥哥 我 我们 再也不要分开了好不好 请锁 四哥哥 我 怎么了 我已经 事与为佣的人 在我的心里 你早就是我的妻子 我的王妃 四哥哥 我 我们可以先不要说这些吗 我好像听严婉说 师父 现在在诸葛乌雪的手中 这到底是真是假 这珠花 却是母亲之物 看来 师父果然落在了诸葛乌雪的手里 妙她不敢 四哥哥 诸葛乌雪 为人阴险狡诈 我很担心师父 我 难为你了 还这样关心母亲 师父 从小把我收养 教我 养我 我一直把她 当做自己的母亲 你先跟我回七国吧 四哥哥 我要把该给你 没能给你的 都补偿给你 四哥哥 我 我已经 事与为佣的 那不重要 我 我 小脸 死都没能把我们分开 老天我们都不怕 还有什么好怕的 跟我回去 把母亲救出来 从此以后 一切都不再是阻碍 好 只有我 才能变出阵魂珠 到底是真是假 四哥哥 我跟你一起去救师父 救完师父 我就 小脸 你先答应给我回七国 其他的 你不用放在心上 四哥哥 你先听我说 我 闯下雨一动 怕是周国的人马 赶过来了 我们走 好 青锁姑娘怎么知道 她可不是青锁姑娘 她是小脸 如假包换 小脸 明月小脸 她跟我一起走 我想留书一封给宇文雍 我很担心师父 所以深夜出宫 没告诉她 我去了哪里 我会告诉她 你去了哪里 皇上 篝火几乎没了温度 看来这里的人 已经离开不下一个时辰 属下还点到这个 剑扣 是她